高端資料打死不公開 即上週踢爆高登股東會錄音 暗指EUA審查委員會一路開綠燈穩過 1月2號股東名單跟著大曝光 破千人都是民進黨員 隔天衛福部長薛瑞源竟然在上班時間 衰退密會 賴清德進辦總幹事潘孟安等人 時間太敏感 民進黨說這是討論臨時會 再也狂轟扯謊根本是串供大會 你們是在串政 或是在冤枉政績 不叫他把合約書公開就好了 現在有什麼理由合約書不公開 我跟你講講到這個 我開始火氣開始上來 從賴清德口中 說贊成公開高端合約 如今整整過了一個禮拜 卻看不見半個影子 陳時中更是很打臉賴清德 封存裡面早就跟大家報告過 公文都有一個保存的期限 我們高端是保密五年 跟賴清德的競選總幹事 潘孟安有什麼關係 封馬牛不相及 賴清德主張公開高端合約 但小英愛將陳時中說是機密 高端爭議外界懷疑 是否跟民進黨派系內討有關 高端還被踢爆 股東們今年累計捐給綠優又高達四百四十一萬元 陳時中在你選舉的時候 你又接受了這些政治現金的捐贈的話 這就變成有圖利啊 講到這裡的落腳 我想這個股東是浮動的 用這東西來做一個標準來影射 那是毫無意義的一件事情 高端深水炸彈引發議論 仍然持續發酵 記者張宥慈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